这样关心我国的外交困境问题 外交部长杨靖天近年一月 到巴拿马访问的时候 因为私底下和八国总统的政坛 史迪副总统瓦雷拉见了面 惹怒了八国的总统 结果导致我国驻当地的大使 已经到任四个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递交 到任国书 甚至还传出八国总统 要杨靖天为此道歉 不过在今天杨靖天导致激动的澄清 他强调他是无辜的第三者 并没有道歉的理由 我们还给600万美金 给他们盖记者学校 我想委员必须很冷静地 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怎么冷静呢 已经被欺负成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外交不能 就是巴拿马讲的报告嘛 在立委越讲越生气 因为我国驻巴拿马大使 到任四个多月 却被八国总统晾在一旁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递交到任国书 而到火线竟然是因为 外交部长杨靖天 今年一月到巴拿马访问时 私下见了八国总统的政坛死敌 副总统瓦雷拉 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事实上相当程度的 是一个无辜的 也是一个无辜的第三者 要道歉吗 没有 没有这个消息 我没有理由去道歉 因为我并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 各位认为我应该去道歉吗 这种情形之下 杨靖天激动喊冤 强调双方只是有点小误会 但绿营之一 我国和巴拿马的外交关系 早就出现问题 台湾甚至被对方长期当成凯子 你们号称要盖医院 这医院到现在没有一点动静 我们花一百八十几万美金 的名脂名膏 去买价值只有二十几万美金的土地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吗 钱在中华民国的国库里头 钱在国库里头 在巴拿马的国库 在巴拿马的国库 现在拿来做什么 用这个跟八牛案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外交修兵 自己再这样弄下去的话 不是外交修客 外交死亡了 台湾一夕之间 会没有半个邦交国呢 你相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三十六年 大风大浪我看过了 中华民国绝对不会 如您所讲 一夕之间会全部没 大风大浪看过了 你到现在还没有危机意识 还在自我感觉良好 这怎么能够做外交修客呢 你没有两岸关系 加因素加进来的话 你现在二十三个国家 你就保不住了嘛 我就要看有一天 民进党回来执政 你看你还会生下 几个外交邦交国 你竟然还好意思在这边骂人家 不好意思吧 蓝军令委跳出来 帮外交部讲话 还反批绿营在搞内讧 让原本委员会 该是要讨论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主题 全失了交 民事新闻 陈秀伟 陈文宇 泰国导 没有人就行 尼迪 和